請主席來澄清一下 他這邊有說 他有權力主張 他的這個 矽貞土地的權利 可不可以請博德來說明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 今天開會跟他沒有關係 他是繳決的 請你不要當我們大腳撕下 或到底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是跟市政府開會 來指示這位小姐 你不要當我們撕下 不好意思我做的講免 後面的朋友不要看我屁股 我是林口街80巷的居民 那我就幾個問題 那剛剛其實 在場的官員其實沒有回答到 首先就是 請幫我把簡報翻到 翻到第9頁 麻煩一下 第9頁呢大家看一下 他左邊有寫58年公告實施 這邊寫的是機關用地 第二欄95年公告實施 那這邊分成了三款 那當然我們這邊的居民也知道 這個發展的這個演變 那我只是想要請問一下 那上一次的BOT案 不是已經 已經撤回了嗎 或者是可能現在還會有一些 法律上面的一些什麼 我們是不懂 那可是比較好奇的是 那既然他已經離開了 那為什麼 你不把他給 重新規整為林 他這當初寫的是機關用地耶 那機關用地他所 這個可能也要相關的這個 那個官員來說明一下 他的容積率跟 這個什麼 社福用地啦 什麼什麼 這些應該也是不同吧 OK 好 那剛剛 首先 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要釐清 那在2月27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問過 請問一下 這個不是軍閥格局 什麼才叫軍閥格局啊 這明明是一塊 6.5公頃的 社福用地 為什麼 經歷過這一波 那既然 他的上一次的這個 博德的那一次事情 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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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過去了嘛 那你為什麼不讓他 就跟得過去 好 從第二格到第三格 我也想再請教一下 那原本講 210 那你為什麼 在所有條件 都沒有改變的狀況下 跟400 剛剛也沒有回答到 那這個 是對我們居民是 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這個你沒有解釋清楚 我們是 晚上是沒有辦法睡覺的 更何況 剛剛有 呃 官員提到說 這邊並沒有什麼活動斷層 天啊 台北市 就我的記憶裡面 大家應該有印象吧 前一兩個月 還是這一個月 這樣在細膩區耶 我有沒有記錯啊 還是 在距離我們很近的地方 然後我們感到天要地動 什麼叫做活動斷層 那難道要造成一定的傷亡之後 那政府才來說 那這地方不能蓋 不能蓋這麼高 好 那剛剛說 有什麼地質法來保護 那我們是真的很不了解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政府真的能夠幫我們做好法官 可是我所看到的是 當你把你 把我們公家的土地 對不起半秒鐘 半分鐘 不好意思 當你把這個 你把它外包BOT給博德的時候 你可以這麼高規格 當你自己要來做的時候 你確實可以這樣寬容自己 為什麼請回答 好 謝謝 我跟各位給我評論一下 事實上呢 我們95年公告的這個BOT計劃 公告實施的時候 並沒有博德 那個時候博德是一直是在 到97 98年的時候 才有這個 就是 博德這個BOT廠商才爭取出來 所以呢 本來我們其實市政府 不管有沒有BOT 其實我們都是要照 95年的這個都市計劃去走 並不是說BOT 這個停止之後 我們就一切就是歸零 重新開始 那我們現在呢 去年公展的都市計劃呢 就是在95年齁 沒有博德之後呢 我們重新檢討它的辦理方式 那本來都市計劃 我這個這三塊的土地呢 就是本來是 兩塊的機關用地 後來變成是 三塊的這個土地 本來市政府就可以 在計劃書裡頭 就可以有 編列預算 自行去做開闢的這個動作 那這個部分呢 自行開闢的時候呢 剛剛 很多民眾關心到了 要不要環品 確實是就是 每一個不同區塊的 這個開發 如果符合環品的法規 是環品不需要規定 要做環品的 我們當然還是會有 環品相關規定的這個辦理啊 那另外呢 提到這個斷層的部分呢 我們確實是有 這個到經濟部中央地調所 的這個最新的這個公告的 這個活動性的斷層的資料 上面去做查詢 那目前這個區域裡頭 是沒有活動性斷層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為了求 比較審慎 我們市政府這邊呢 會再請這個中央 經濟部的中央地調所 再來協助我們來解釋 還有以及說 如果這邊有一些地質上的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的時候 在開發的時候 應該是要怎麼來避免 那這部分的市政府 以後來就這一個 把關的一個動作 另外呢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長度 就是機關用地 58年公告的 就是計畫的機關用地 一樣 快都是400個用地 對 以上幫忙 你為什麼 400變210 你看幾次啊 2001變400 對啊 好 我說明一下 就是為什麼 400然後會有210 然後442的這個強度 就是在95年 在做檢討的時候呢 確實是認為說 這個福德地區 它的一個居住 是比較有值的 所以希望這邊 可以提供這個公園 然後同時呢 福德地區呢 其實它也都沒有商業區 從我們剛剛 比較大規模的範圍圖來看的話 就是要到這個 心意商圈這邊 那地區性的商業呢 其實很多都是在這個 這個住宅區的這個 沿街面 或者甚至是 就是 早上早市的部分 其實都是在巷島 所以呢 才會規劃這個商業區 那社服用地的部分呢 就是本來剛剛講呢 58 59年的時候 這個就是 廣慈博愛院 跟福德平宅 所以這邊還是希望 能夠維持它的一個 社會福利用地的一個資源 那那個時候是希望說 整個 全區的這個強度呢 跟周邊的這個水準 是比較 區移一樣的 所以就用周邊的這個 法定容積來檢討說 那我們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那個時候需求 大概是210的容積率 但是那個時候 是沒有把公園住宅 納入的 那公園住宅這件事情呢 確實是在最近的 這個 大概四五年的時間 受到越來越多的一個重視 所以後來才 才納進 那在沒有把社會福利 就是沒有把公園住宅 納進來的時候呢 評估上是認為說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這一塊210的容積率 應該可以滿足剛剛講的 不管是銀髮族 圖書館 活動中心 還有就是老人住宅 還有就是這個 老人的安養戶的這些設施 這個強度可能是 可以支撐的 然後之後呢 就是其他的部分 就規劃為商業區 跟這個公園用地 但是呢 在去年 下半年 重新取回了這個土地之後呢 那因為公園住宅 是現在市政府 施政非常重要的一塊 所以才會希望說 這個公有土地 又有捷運 這樣子的一個大眾秘書 導向 希望能夠 在這個土地裡頭發揮他的一個土地效能 才把他這個強度提高 那在我們評估檢討的這個過程中呢 是認為說 目前的道路的服務水準 未來可以藉由這個路邊的停車格位 把它移設到建築物內部來做複設 還是可以維持現有的這個道路的服務水準 所以市政府才做這樣子的一個政策上的一個轉變 以上說 主席 主席 我首先你做套義啊 你講 民事要發言是嗎 謝謝大家 謝謝你